HELLO 大家好 我是西童牙 我從小學二年級已經開始戴眼鏡 我現在的度數是八百度 其實真的很深 基本上不戴眼鏡不戴痾 是完全看不到東西 長時間的工作經常戴痾 其實是非常疲累的 我最長是試過戴廿四小時 一脫下來那一刻 真的覺得眼睛完全不能呼吸 今次我就上來做Smile 因為之後我就可以 有時都可以選不用戴痾 讓眼睛沒有那麼多負擔 我猜2至4mm 因為我聽醫生說 她說是很小的 對嗎 好 第二題 Smile 微笑矯視 不可以矯正以下那一項 近視 遠視 散光 和老花 老花 因為老花是沒有得救的 我猜 老花有得救嗎 蛤 我不知道 真的 雖然Smile 都可以矯正到老花 好 第三條 哪一項條件不適合接受手術 我猜 懷孕及症在胃部無語的媽媽 對嗎 YA 矯視 手術 是否需要在醫院進行呢 答案是 不需要的 因為醫生已經告訴我 第五題 矯視之後 多久才可以洗臉洗頭呢 答案是 一天的 因為醫生已經告訴我 做完資料搜集 多謝 醫生 也想問一下 為什麼手術前和檢查前 都一定要停胱呢 因為我們戴隱形眼鏡在角膜上 會令到角膜的形態會有少改變 所以我們需要停胱 軟胱大約五至七天左右 硬胱起碼一個月 令到角膜的弧度可以正常化 所以我們量度 手術前量度的度數 和手術早一天的激光設定 都會準確很多 為什麼不可以安排 同一天手術前的檢查 和同一天做微笑矯視呢 因為我們做微笑激光之前的評估 是需要滴藥水放大你的瞳孔 放大瞳孔有兩個原意 第一個原意就是 看看有沒有假的度數 或者假近視出現 令到我們到時矯正可以更加準確 另一方面 放大瞳孔可以檢查你的視頻 看看有沒有其他病 以免我們做手術後 有可遺症 如果家人有青光眼的家族史 做妖視族可不可以做 以及如果將來有青光眼的話 會不會有影響 其實如果你有家族史 有青光眼 做微笑激光不會影響到你 亦不會增加你還有青光眼的機會 當有些人做完微笑激光 之後發現他有青光眼 其實都可以繼續醫治或控制他 所以都不會影響 做完Smile 矯視之後 其實是否一定是零度呢 做完Smile 未必一定是零度 因為每個人做完手術 反應都有點不同 有些人可能有25度 有些人可能少於25度 其實我們做微笑激光 想做出效果 讓你看得舒舒服 不需要打眼鏡的感覺 那手術之後 當日是否完全看不到東西 要多久之後才可以看到東西呢 其實做完Smile 手術之後 是會模糊的 但你看到東西好像有模糊 這個情況會維持大約 大約6至8個小時 通常那些冒氣漸漸會消散 你會覺得舌力越來越清楚 所以再過多24小時 其實它的視力大約九成都會回落 嗯 這樣也很快 是啊